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30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在美国贸易黑名单禁止谷歌为中国电讯巨头华为新型手机提供技术支持之后 路透社9月30日引述多位消闲士透露 中共当局正准备对美国科技公司谷歌发起反垄断调查 指控罪名包括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的优势妨碍竞争 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调查案是由华为提议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已提交给国务院审核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关于是否要展开正式调查最快可能于10月做出决定 决定可能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可能进行调查之前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采取一连串行动 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对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施加限制 其中包括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威胁要对中芯国际采取类似行动 并下令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剥离这个短视频应用程序 与此同时 中共正着手对反垄断法进行重大修改 拟议中的调整包括大幅提高罚款上限 并扩大判断一家企业操控市场的标准范围 另一名知情人士说 中共还将调查谷歌的市场地位 是否可能对华为等中国公司造成极端损害的指控 因为失去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对安卓操作系统的支持 将导致信心丧失和收入损失 这些消息人士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 因此拒绝透露身份 谷歌没有立即发表回应 而华为也拒绝表态 中共最大的市场监管机构 国家市场监管局和国务院义无立即作出回应 美国贸易黑名单禁止谷歌为华为新型手机提供技术支持 以及大多数安卓应用程序所依赖的APP安装包 谷歌曾有一个临时许可证 可免除对华为的禁令 但该许可证已于8月到期 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将针对哪些谷歌服务 大多数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都是使用安卓平台的开源版本 并在其国内手机上替代了谷歌服务 谷歌搜索引擎 电子邮件和其他服务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在9月29日进行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上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被眼尖的观众发现 疑似身上有连接线和微型话筒 网友质疑场外有人遥控 此外 总统辩论委员会30日表示 他们考虑改变规则 让剩下两场总统辩论会更加有序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9月29日刚刚落幕 美国演艺明星詹姆斯·伍兹30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声称他证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在总统辩论中带着类似遥控线的装置 伍兹的视频中显示 他在总统辩论期间 拜登把手伸到外套内好像在抓痒痒 又好像在摆弄衣服下的什么东西 然后他的手从衣服下面抽出来时 在他的白衬衣边缘上却露出一节灰色的线 无度有偶 眼尖的观众还发现 拜登的手腕处好像有一节金属线的东西 有人说好像是一种电子设备端口 据福克斯新闻在辩论当天披露 川普团队曾提出允许第三方检查辩论双方的耳朵 以确认其耳中是否藏有发射传送器等电子设备 以防作弊 据称拜登选战几天前曾答应这一要求 但开变前忽悠反悔拒绝 有一位网友留言表示 看来这场辩论不是川普vs拜登 也不是川普vs拜登加华莱士 而是川普vs辩论团 据统计辩论主持人华莱士当晚向川普追问15次 而对拜登仅仅追问4次 此外华莱士共打断拜登发言15次 打断川普总统发言多达76次 辩论结束后 川普在个人推特上贴上自己 对上拜登与华莱士的照片 形容这场辩论是一打二 负责总统辩论会的组织 总统辩论委员会30日发表声明说 昨晚的辩论明确表明 应在剩下的辩论场中 在先有框架下增加其他结构 以确保对问题的讨论更加有序 但声明并没有宣布具体措施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 于9月29日登场 在现任总统川普与民主党挑战者 拜登炒成一片的情况下收场 被媒体形容为 史上最混乱的一次电视辩论会 而根据谷歌公司的分析 在辩论会后 美国网友搜索移居加拿大的 关键字的数量明显增加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谷歌分析显示 在辩论会期间 美国网友搜寻 如何入籍加拿大的数量 在一小时之内快速激增 并于美东时间晚间 10时30分达到顶峰 若以地域排名 入籍加拿大关键字 在马赛诸塞州最热门 其次是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 除了入籍之外 如何搬到加拿大和搬去加拿大等 关键字也在辩论期间快速激增 对此部分加拿大人 在社群网站上嘲弄说 在边界这一边替你们加油 你知道的 另一派网友则显然不支持 美国人移居至加拿大 一名加拿大网友在推特上讽刺 抱歉 我们在南部边界修筑围墙 有评论认为 两位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对决 火药味很浓 而非以内容论辩为主 对于深层问题 几乎没有提出解决的思路 而是沦为一场真人秀 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在 美国人当晚对辩论内容的 一些查询上 据美国权威字典 维士字典的网站编辑表示 一些与辩论内容相关的字词的 网络查询度也在窜声 维士字典网站指出 在MSNBC主持人梅道 以望辩一词形容这场辩论会后 该字词查询度暴增 百分之五万六千 望辩意味滔滔不绝的说话 但是常常语无伦次 而仇外白人至上主义者 反法西斯主义脾气暴躁的霸凌等字 都在查询度上升的排行榜上 中共建政71周年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9月30日出席烈士纪念日活动 纪念为中共建国的人民英雄 却被发现在默哀时猛眨眼睛 此外在他后方的一名与会人士 还不断地把玩手中祭祀用的菊花 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 10月1日为中共的国庆日 9月30日则是烈士纪念日 中共人大在2014年8月31日通过决议 规定在9月30日当天要举行 公祭烈士活动 并向烈士墓进献鲜花 同时在网路上展开纪念烈士相关活动 还必须关怀慰慰烈士家属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9月30日率领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中共大官 以及人民解放军各级将领 前往天安门广场 想帮助中共建国的人民英雄 致敬花篮 一群人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 听闻 一对奏乐 以及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高唱纪念歌曲 而在思宜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高喊默哀后 习近平与众人将头低下 中共官媒央视 对习的面目表情进行特写 只见他不断地猛眨眼 似乎想挤出眼泪 但没有成功 画面接着带到后方的与会人士 大家手里都拿着白色黄色的菊花 但其中一人竟不断转动 把玩手上的花朵 在默哀队伍中相当显眼 实际上 中共官员因心蓄而眨眼 并非首次 今年6月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 对于推特封锁17万个 中国账号的相关提问 进行回应 在回答问题的最后49秒里 被网友发现 其眨眼次数竟然高达55次 被网友质疑是心虚 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抖音海外版TikTok 尽管与美国公司甲骨文达成了交易 但它能否继续在美国运作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美国财政部长努清 9月30日表示 如果TikTok与甲骨文的交易 不能符合美方所有的 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 它将无法在美国继续运作 美国财政部长努清30日 在CNBC投资人会议上表示 如果TikTok与甲骨文达成的交易 不能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要求的条件完成 包括在美国持有代码 那么这款短视频应用将被关闭 他说 所有的代码将必须在美国 甲骨文将负责重建代码 净化这个代码 确保这个代码在云端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交易将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可以预期美方的这些要求会引起北京的不满 TikTok与美国公司目前达成的合作方案 已经引起了中国一些媒体的批评 《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 把这个方案称为不平等条约 展现了华盛顿的霸凌做派和强盗逻辑 并认为这种安排有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尊严 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要求包括 美国的投资人在计划组建的新公司 TikTok Global中的拥有控制股权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表示 如果美国公司或投资者 对TikTok Global没有完全的控制权 那么我们就不会批准这笔交易 目前交易双方在究竟谁对新成立的公司 拥有控股权的问题存在不同说法 TikTok将在本周末迎来出售的最后期限 若届时无法获得美国当局 对其出售美国业务的批准 将因美国总统川普8月6日颁布的行政命令 而在该国遇到事实上的封杀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